哈喽大家好我是莉莉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为修理店 我们又来修车了 不过这一次是为了改造这个车子 之前有跟大家说过 我们要坐这一辆临路北斗星 准备要去自驾游 基于我们旅费有限的缘故 所以大多数情况 我们是不是要住在车里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车里面的情况 现在是相当明显了 我们后排的座位已经放平了 同时的话也放了一些木板 这个后面的车尾就放了木板 这边也放了木板 但是就是很可惜的 就是前面的副驾驶的位置 是没有办法完全放平的 大家可以看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副驾驶的位置给拆了 这个是座椅 这个是靠背嘛 这是主驾驶位 所以我们就来到了修车店 让修车事务帮我们调整一下这个座椅 看能不能完全放平 现在我已经把主驾驶位放下来了 但是很遗憾 这个折叠下来也就是这样一个角度 没有办法完全放平 副驾驶的位置的角度也是跟这里的角度是一样的 我们的身高虽然也不是特别高 但是我起码也有一米五五吧 但是大家可以知道 这个林木北楼心最长放平的话也就一米九 但是如果说这个副驾驶位如果没放平的话 就只能这个脚伸起来 然后我就这么躺 那个头低脚高的 我怕到时候的脑虫血了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个副驾驶位给压平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平躺 感觉也还行吧 虽然没有说特别特别舒适 但是起码能够躺平 相对来说就比较舒服了 应该可以了 就这么高 这个上面已经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到 师傅已经把这个卡扣这里面的卡扣给磨平了 然后另外的话还把前面的切割了一块 给大家具体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已经被师傅用那个磨刀给磨平了 很平整 原先可不长这样哦 平整的不会出窖的这里 平平的一刀过一样 对一刀过 然后就可以完全的放平 你可以放到这么平 你在跑 会不会拉过头到时候不好搞 尽量不要拉过头 嗯 可以了 看 看到这个弧度一平的 这个弧度就平了 这样子 下来一点再试一格 可以了 这样 多少钱了吧 现在师傅呢 已经喷上了那个黑漆防锈 跟大家说一件趣事 姐姐是一个比较喜欢自己动手的人 所以她买了很多工具 昨天就把这些个塑料全拆光了 但是又没本事自己装回去 就比较郁闷 他曾经自己拆过自己的笔记本电脑 就是在大学的时候买的笔记本电脑 大概用了几年 坏人 然后大概用了几年 他的笔记本电脑 实在是特别慢 然后又发热严重 所以他就自己拆开 结果装不回去了 所以后面又重新买了电脑 这是比较高销的事情 我觉得有的事情呢 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干 是这样子的 就是这样子的 现在师傅都在把这个座椅 再重新装回来 不加时的座椅 据说林木北斗星 这下面座椅下还有一个菜篮子 但是我们买这辆二手车的时候 菜篮子已经不见了 下面是空的 我们现在又坐上了车 刚刚已经要似乎把这个座椅修好了 然后等到往前直接放平 现在我们准备要出发 去买肉 去菜市场买肉 今天的晚餐 你想买什么肉啊 羊肉 羊肉 嗯 今天吃炖好的 今天吃炖好的 不是 好了 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去前面吧 这就是哈山羊 是白山羊 黑山羊 这也是 黑山羊 诶 这不是